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在众星云集的PG系列中都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 这就是挥舞刀剑有着武士风范的机体 红异端 红异端编号MBF-P02 高17.53米重49.8吨 初登场于C的外传漫画 驾驶员为罗丘尔是回收屋的一名废物回收商 在一次寻宝中意外找到了红异端和蓝异端 并在阴差阳错之下成为红异端的驾驶员 靠着自身的强韵和技术 解决了一个又一个事件 因为是奥部盗取地球联合的机体数据制造出来的机体 所以在外形上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头部也是采用V字天线和双眼摄像头 全身均为红色骨架 因为PS装甲技术没有盗取成功 所以采用了奥部自制的发炮装甲 而且发炮装甲也只在要害部位安装 但也因此令机体更加清亮灵活 背包采用多关节设计 需要时可以向下移动 而参考强袭高达的设计 异端系列的背后 也设计有特殊的连接装置 也正是因为这个设计 使红异端也和强袭一样 可以使用丰富的背包装备 来应对各种情况 在武器上 因为成功盗取了联合的光束兵器技术 所以配置了一把七一式光束步枪 也是奥部标准的射击兵器 背包处收纳有两把光束军刀 用于近距离格斗战 但因为光束兵器消耗能量太快 罗并不喜欢使用 所以红异端装备有一把实体刀 局一文字 原是在殖民卫星墓园 发现了一把腐朽的MS用太刀 在当地武术家运奥的帮助下 将其修复 并输入了运奥的剑术动作 所以红异端的一招一式都充满了武士的风范 除了各种武器外 罗在修整机体时 无意中发现 手掌通过兵器的连接口 可以放出威力很强的电光球 但因为是自创技能 所以会有段路的风险 而由于罗天才般的想法和技术 红异端总是会添加各种各样的新装备 飞行装备 是罗在奥部时 用M1异端的飞行部件改造而成 令红异端获得了飞行能力 以及更大的行动半径 同时这个背包还有额外燃料箱的功能 也可以与本体分离进行远程操作 还能当作诱饵使用 水下作业装备 因为发泡金属不耐高压 所以就使用格恩的外壳 改造了一个打捞组件 局一文字背在壳的背后 由于红异端的手臂无法使用 因此增加了两条机械臂 用余卧刀和打捞作业 第一次使用的这个装备 受到强力冲击就会散掉 后来又开发了 可以随意拆卸的升级版本 还使用过一颗 从黑市上高价拍卖来的 侦查八库头作为武器 但这个狗头只用了一次就扔掉了 虽然澳部宣布保持中立 但在其内部掌管国家的 五大家族的意见 却并非完全一致 其中萨哈克家的 龙德吉纳萨哈克 就盗用了地球联合的技术 来推行自己的异端计划 原本打算制造五台异端高达 但因为扎夫特抢夺高达的行动 而被迫终止 所以只组装完成了三台机体 其中第二台 就是这架通红骨架的高达 红异端 虽然是操作复杂的高达机体 但在红异端上 搭载的是自然人也可以使用的系统 而且还有AI小巴的辅助 就算罗不会在线编程 也可以灵活驾驶这台机体 在外传中 澳部为了避免异端计划的外泄 打算彻底抹除这些异端 但作为计划人的吉纳 为了保住已经完成的三台机体 原本打算先带走金异端 再把红异端和蓝异端带走 但没想到 在事故几小时后 被作为废品回收商的罗 协足先登 发现了真正的宝藏 红异端和蓝异端 也于负责抹销异端计划 即将成为蓝异端驾驶员的 从云河初次见面 而在地球上 罗还亲眼目睹了 强席和圣盾的殊死搏斗 感受到了顶级王牌 是何等强大的存在 并在大战之后 找到了已经破败不堪的强席 将重伤的吉拉救下 交给神父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除此之外 红异端还于金异端 展开了三次战斗 最后一次 是与已经改造完成的金异端 金异端天交战 此时的金异端 已经加装了迅雷高达的一条手臂 隐身用的海石渗楼系统 弓盾武装 三机杆 还有可以吸收MS能量的 灾祸生态刀 他所打出的各种出其不易 且致命的攻击 招招都令红异端难以应对 轻易就将局一文字斩断 不过这时 回收屋的同伴 和负责监视金异端的盒 驾驶蓝异端 即是出手相助 与红异端共同战斗 最后是抓住了 金异端手臂故障的空隙 用蓝异端的大剑 使出一记挥砍 重创金异端 才将这个强敌击败 这就是对红异端的部分介绍 因为对红异端来说 最不缺的就是各种装备 目前就有星星币 强化成载 红龙 红异端改 以及火星装甲 耿鲁鼓鼓你也来了 来日方长 我们慢慢来聊 觉得还不错的话 欢迎一键三连和关注我 也可以加入我的交流群 大家一起聊一聊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创作的动力 我是小小兵子 我们下期再见